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很多重要的议题 我们不想因为要翻译浪费了一半的时间 我们要用掉一半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要说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于所谓的现在中共正在进行的 尔如火如荼的这个七十年的国庆 那么同时昨天呢 共产党还在网络上发表了这个所谓的共产党 这个七十年的白皮书 但是呢 昨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睡觉 我和这个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回来的 一位是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超级富豪 一个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朋友 那么他们在中国大陆呢 访问了很多大陆的一些智库和学者 包括中共的很多领导人都见了面 像王岐山啊 像这个王沪宁啊 像习近平啊 还有这江泽民初中基他们都见了面 我想把这个 我认为太重要了 这是今天直播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这次啊 这个他们从大陆跟他们见面回来以后呢 带回了很多重量的 非常重要的信息啊 因为班农先生他不知道 这些中国政治上那么详细的政治背景 但是呢 我是了解这些中共内部的 他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香港之乱 中共内部怎么看啊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同时像江泽民朱镕基这样的人 怎么看待这个北京正在进行的 七十年大庆 这是这两个问题都是事关着 中国人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的 怎么死的问题和世界的命运 我相信啊 美国人没有人了解这个事实 其实我现在也是 虽然在大概的方向目标上我知道 但这么具体 我不清楚 我昨天我得到了确切的信息 今天向战友们一一汇报 确切的现在昨天晚上我们得到的情况是 这次中共七十年大庆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发出了这个药性函 到目前能来参加这个所谓国庆的 不超过十个国家领导人 这十个国家领导人其中啊 就是有北朝鲜的 Kinderman 还有Putin 还有阿尔多安 还有伊朗的啊 也就是这六个最邪恶的国家几乎都来了 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来 这是让我很震惊 那么这个 我看中共又要为君正恩花很多钱了 又要搞专列了 这个是很夸张 那么最更加让我震撼的事情 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啊 这个我这位台湾的朋友去江泽民家去看江泽民的时候 他进去以后江泽民呢 就是说哎我们要喝两杯 抠你啊 这个老人家用英文 不用中文 用英文给台湾朋友讲 说这个世界要乱了 中国要出事 你们要准备点后路了 这个这个台湾朋友吓傻了 因为他声音很大 因为他耳朵听不太清 他说话声音很大 这这个时候 他的家人过来阻止他说 哎哎老爷子 你说话声音小点外边人都听见了 你可见这个细节啊 就江泽民的家人都担心江泽民身边人泄密出江泽民见人说的话 江泽民见面说世界要出大事中国要出大事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江泽民说说话靠近点 就问他你们外面怎么看待现在这个七十年大庆啊 香港之乱呢 然后这位朋友就告诉他说世界上的什么情况 江泽民说不对不对不对 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然后这个 这个人就问江泽民你怎么看待香港的问题呢 江泽民说 香港出要出大事 他们太疯狂了 有些人就为了拍马屁 给了他最坏的advisor建议 香港将出大事啊 失控了 哇这个让我很震撼啊 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在说是江家在演的这场戏 但是江家现在竟然是中国最最恐惧的一个家族 然后这位台湾朋友说 韩正不听您的嘛 这个不都是得向您报告嘛 因为韩正是江家的人嘛 是吧 韩正是管这个香港和上海 香港和这个台湾事务的嘛 港澳台嘛 嗯 嗯 结果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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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说 现在 上面有七个最坏的人 将葬送一切 这位台湾朋友说 不是有孟建柱孙立军王岐山吗 这个 你 他们不听您的嘛 江泽民啊 这个说了几句非常非常重的话 这个朋友也傻眼了 江泽民说 就是这几个人 把我们大家都给毁了 啊 他们疯了 14亿人民都要被他给埋葬了 啊 玩大了 啊 这回玩鞋子了 啊 这就是得意的忘了行了 脑子出问题了 哇 这个声音很大 家里出来 老爷子 你小点声 我还不要那么大声了 咱们朋友傻了 说这 你这是 用和平的原话说 这是老佛爷呀 对吧 路德先生 老佛爷呀 这老佛爷都害怕都失控了 我在这种导演去那儿失控了 现在路德同志在这儿 这个房间搞的乱七八糟的 没视频了 没音频了 那你还说啥呢 哇 这位朋友说 那你们家有啥方法 他说我们有什么法官呐 他说现在能跑那就跑啊 你就别来大陆了 回台湾别来了 去美国别来了 你要小心 哇 这话都说出来 这是来自江泽民啊 中共是真要出大事儿了 然后呢 这位朋友说 那你怎么看见中美贸易战呢 你怎么看见现在 川普总统和这个 习近平的关系啊 和中国的关系啊 然后江泽民 特别大声地说 他们完全错估了形势 香港完全他不了解 美国这次他是把老虎给唤醒了 他们现在是完全失控了 没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他们还在幻想呢 他们不是给中国人梦 他是给他自己在造噩梦 哇 这话太重了 这话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同时告诉我说 他在这儿 他同时在这儿见江之前 见了朱镕基 他要问朱镕基同样的问题 朱镕基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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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要提这个话题 说这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失控了 啊 你做点长期打算 不要问这个问题 不要谈这个话题 问中美问题 朱镕基说 三十年的江山毁于一大 这唯一听这些东西 然后说 现在这个七年大庆 他说 大庆能解决美国问题吗 大庆能解决香港危机吗 大庆能让中国人吃上猪肉吗 不要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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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害怕到恐惧到了极点 他回来说 文贵啊 不是中国老百姓到处恐惧 江泽民朱镕基也在恐惧中 说我们都要去参加国庆 我不去 他们要让我们去 但是我们真不想去呀 朱镕基 哇 这太震撼了 这位朋友 离开江泽民家的时候 说 这个首长啊 老朋友啊 这不会中国人民真的吃草吧 跟他开玩笑 结果江泽民说 你要能吃健康的草 已经不错了 所以不要回大陆走吧 哇 这个太让我震撼了